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两边的人选也已经是确定了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么今天也有一些民调数字 看起来是五五波 所以今年的这个选举看起来是非常的激烈 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 第一位是亲民党的副秘书长刘文雄 刘委员 刘委员 您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是立法委员何欣纯何委员会员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 另外是三位媒体人 第一位是中年华 您好 红衣国 美容前 大家好 好 以及王时琪 时琪 您好 主席 您好 另外呢是黄伟翰 您好 黄伟翰 您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 那伟翰呢 现在在跑党政新闻 包括总统伍也跑 那先请教一下伟翰 最新的是胡志强求见了马总统 他们其实固定大概一个月会见一次 直大外界不知道 就是会到总统的官邸去 但是在过去 红衣国 我们先到一个礼拜之前 胡志强的说法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阶段看他的说法 知道他要选了嘛 所以长期以来我所判断他会选的那个 好像还蛮接近 八九不离十 对对 那理由就是我所分析的 因为马英雄没有给他任何承诺嘛 那胡志强在之前一次不断地告诉大家说 他如果说要选的话呢 就是因为他舍不得市政府的员工 那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有什么奇迹 或是其他的转机 他的转机就是希望能够 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我讲的监察院的院长 或者是考试院的院长 这两天有个新闻说 连王健全都没有了 可能要找王清风 或者是洪秀柱 因为他不分区嘛 可以有人补上来 所以胡志强更知道说 大老板没有给他任何的支票 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填啊 没有支票你没有要去领 那最近的见面当中呢 他再去询问说 我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马英九也没有给他任何的承诺 而且是私下的会谈 不是说媒体也在那边拍的时候 他也知道说 听说两个人在谈的时候 都是胡志强在讲 胡志强在讲 用听的 因为万一界已经问到这种程度 然后他也在台中回答了 那么多模拟两可的 一下子51% 一下子60% 但是过了这么久 他确信马英九已经知道 他在等答案的情况之下 马英九还是不给答案 这就是答案 就是没有任何安排 那既然没有任何安排的话 总统又跟他讲说 他会尊重这个初选的机制 那胡志强就知道了 他就去出选 所以说胡志强心冷是不是 他已经冷了好几年了 所以常常 他有时候 其实胡志强跟马英九在过去 他没有当乌鸦之前的关系是不错的 但是有两个阶段 从马英九的上任总统之后 他有好几次对党中央的 所以他说我当乌鸦 我不要当许雀 那之后 马哥马身边的集资要幕僚 就开始不喜欢胡志强 那所以渐渐的就好几次的机会 像你看他已经选了三次了 他其实第三次根本就不想选的 第二次根本就不想选的 两千零零零 但是本来卢秀妍也想要 想要看是不是有机会 可是就是没有 没有给他任何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探寻马英九碰了钉子 胡志强拼连任 很奇怪 心都没想要算 竟然说 竟然说他抗亚国筋有可能会掉 再看一下 他说 如果参选台中市长胡志强说 因为我舍不得同仁 那我的回答应该是说 我要算起 因为我会为了企明 怎么会舍不得同仁 但是你的讯息是 你的讯息是他一定会选的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九十九啦 九十九 跟我讲百分之九十九 这个因为很难讲一百 因为可能到时候 又有点变数 对但是变数包括很多 可能他身体或怎么样 真的没办法或是 但是以政治的分析来讲的话 他从头到尾 没有办法找到 他希望的那个突破点 因为马英九 没有给他其他的选择 那洪一哥有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以他的民调来看的话 他为什么会开始出现 这样子越来越像要选的说法 因为民调出现 他跟林家总的差距 不但输 而且慢慢拉开 这是警讯 因为他必须做决定的 再拖下去的话呢 就算他拼命选 也会输的情况之下 爱就爱就败啊 所以连党中央也是一样 马英九也不会希望台中输 因为中张头对2016会有很大的问题 马英九可能不是那么在乎2014啦 可是绝对不会让2016民进党执政 因为下一个总统 如果不是国民党籍的话 以息刷来蛋 所以这个重点就是中张头不能倒 所以台中一定要稳住 那以现在状况来讲的话 胡志强已经被林家总拉开差距了 而现在还有一点 就是上次我跟大家分析的 就算你让胡志强去细选或者是其他位置好了 其他没有人可以顶上来 其他的所有的候选人 差林家总差更多 所以死马当活马一 现在只能够派出胡志强 很快就会宣布了 那也就是说国民党应该是 是在没有强棒的情况下 找出这个最强棒 对 应该可以这样子讲 没有其他选项了 但是其实我有听过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因为马跟胡两个人 就的确是一个僵局 我不要裸退 可是你又不肯给我东西 那怎么办 所以胡志强说不定是在玩一种火车对撞的游戏 就是僵局总是要有人先摊牌 那我就摊了牌 对 那我就要选啊 反正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会不会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最后马总统还是会释出一个什么 其他的东西给他 来跟他交换 反正总是有可能的嘛 所以他必须要先表态 我也听过这样子的说法 但是其实我之前也觉得说 当国民党没有其他 那你把胡志强弄去中央 他谁去选 蛮有心目中的人选是 萧家其实很明显的一个接班人嘛 就是他是被栽培的接班人 那所以他 虽然现在看起来他民调 属于比较第三级的 C段班的 可是当真正的选战开打 国民党投注资源的话 他应该不会低成那个样子 是 时期啊 他手上有一个 大家没有看过的民调 好 那那个民调呢 就是说一年来 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对手的消长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有哪些县市 中章头 中章头都有 基隆 基隆 哇这个就重要了 一年前呈现什么样的拉锯 现在又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是变远了还是变近了 还是超越了 等一下呢 我们继续来讨论 我们先休息 进广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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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